宋朝天圣年间,杭州有个年轻人欲去太原府投亲。年轻人名唤李佳,自善美,家境贫寒,平日里靠打鱼为生,见戏会去私塾窗外偷偷学习。私塾先生见他好学,倒也没有为难他。因此,虽然不能张嘴知乎者也,倒也学会了十字作画。 早年间母亲去世,李佳和父亲一起生活,父子两个相依为命多年,生活异常困顿。李佳十五岁这年,父亲突然得病,小伙子想尽百法却依然捉襟见肘。 穷困之下,父亲撒手而去,把李佳一人孤零零留在了人世间。 不过,父亲宴气前告诉他,在河东路太原府有李佳一个舅舅,假如自己实在生活不下去,可去投奔舅舅。 不管怎么说,李佳是他外甥,好歹能混碗饭吃。 少年为父亲守孝三年,三年孝满,他也成了十八岁的大小伙子。 生活无以为继之下,小伙子决定去投亲。 李佳绝想不到,此一投亲,竟发生了奇妙之事。 杭州距离太原府甚远,李佳没有车马,每日李只靠步行。 小伙子自小受苦成大,倒也没有感觉辛苦,只是每日李吃不饱饭,让他十分痛苦。 十八岁的小伙子,正是饭量大的时候,整天饿得前心贴后背。 他别的本事没有,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画画,而且还是没有任何传承的野鹿子。 如今生活困顿,他只能边赶路边卖画,买者甚少,仍然还是鸡一顿饱一顿。 这日行致影仓扶,李佳只感觉自己头晕眼花,双腿难迈。 饿得昏昏沉沉时,看到路上有不少人兴高采烈奔向前方。 疑问之下方得知,今日恰逢前方有上四节。 上四节本是古时候遗留下来的一种婚嫁方式。 每年三月三,少男少女从家中打扮后奔出,树木抽芽,万物复苏。 女孩会勺药在手,假如看到有心仪男孩,便将手中勺药抛给男孩。 男孩若无别的心仪对象,也对女孩不排斥,就会还赠以勺药。 如此,两方开始接触。 传至现在,古风游在,只是女孩必有丫鬟在侧。 普通人家没有丫鬟,便约上三五归中好友,彼此是个见证。 也有傅家小姐在此节时带绣球出来相续。 故,上四节是不折不扣的盛会。 李家一听来了兴趣,她倒不是期盼有女孩子能看上自己, 而是想着既然是如此盛会,人肯定极多,自己可以趁机卖话。 想到这里,她将怀中仅剩的干粮掏出准备食用后赶去卖话。 不料刚掏出来,从路边草丛中钻出一条黄狗,对着她呜呜直叫。 外出赶路,除了野兽,最怕恶犬,李家转身欲逃时,却发现草丛中还有两只小狗。 她站住在看大黄狗,大黄狗没有咬她的意思,眼睛一直盯着她手中的干粮。 这是我仅有的果腹之物,你如此看着,是想讨要吗? 黄狗不语,眼睛却仍然盯着。 李家可怜两只小狗,叹了口气,把干粮掰下一半扔与大黄狗。 大黄狗叼起送给草丛中的小狗。 李家刚把剩下的干粮送到嘴边,大黄狗回转,两眼仍然盯着她手中干粮。 她呆呆看了一阵,自己父亲在世时,又何尝不是有了东西先给自己吃。 这条黄狗虽不是人,讨要吃的却并不是为自己。 罢了,她把手中仅剩的干粮又扔给大黄狗,自己饿着肚子向前走去。 人群中有一对小姐婢女,小姐名唤杨巧儿,翘脸上一双含着水光的杏眼飘忽动人。 一身黄绫裙子,衣领处有几处刺绣半蓝,头上鞋碗一只碧玉簪,青丝晃动,惹眼飞长。 杨巧儿年方十八,寻常人家如此大的闺女早已经出嫁。 可是这杨巧儿性子高傲,加上家中父亲宠爱,导致这般年龄尚未婚配。 如今父亲阳缘外着急,再不出嫁,只怕会惹来别人闲话。 父亲整日在耳边叙道,母亲更是苦口婆心,惹得杨巧儿心中烦闷,心里也有点使性子。 恰逢上四节到来,她索性带着婢女前来相续。 她话是这么说的,但心中并不抱任何希望,只是想逃避父母一天的序道,也当是散散心。 毕竟上四节上人特别多,而且卖吃时的也多,加上青草露头,没来由让人心神愉悦,是个散心的好去处。 小婢女抱着绣球,杨巧儿在前面左右观看,好不快活。 她是名声在外的人,附近谁都知道杨缘外养了个貌如天仙的闺女,平时只是暗中议论。 此时,见她出现在上四节,一众男人都争相观看。 在看她身边小婢女抱着绣球,众男人大吃一惊,杨家小姐这是要相续。 这还了得。 他们全都挤在四周,只盼自己能入杨巧儿窍眼,那绣球能落到自己头上。 杨巧儿这绣球就没有打算抛,她是带出来糊弄父亲的, 眼见四周男人越来越多,她走路都不自在起来。 如此被人围观,又如何不让人感觉羞怯。 她顿时失去玩耍的兴致,暗暗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来此处。 不远处,刚从被楼里铺开话的李家并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 只看到好多人围在一起,以为是在玩杂耍。 不过她没有看的意思,只想着赶紧卖父话,好让自己有钱吃饭。 来上四节的大多都是少男少女,而且抱着的心思也并不是附庸风雅, 他们的兴趣不在字画上。 故,别说卖了,连个问的人都没有,饿得前心贴后背的李家暗暗叫苦, 如此下去,自己只怕会饿婚在此处。 围着养巧儿的重男人见他久久不抛绣球, 一个个非常着急,更有甚者升起了抢绣球的心思, 还有人升起了人多趁机占便宜的心。 大家簇拥着向他围拢,他刚才只是讨厌这种气氛, 这时候却害怕起来,拉着小婢女的手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但人们都围着他,想要离开,就要跟这些人接触, 他又怎么能做得出来? 小婢女不怕,伸手推着一众男人,想要为小姐开辟出一条路。 他怀里还抱着绣球,如此伸手推人, 有人冷不想伸出手想要抢绣球。 当然了,就算是抢过去也并不代表肯定要嫁过去, 过去小姐抛绣球,主要是第一印象, 后面还有一系列的流程, 比如打听哪里人事,家中还有何人等等。 饶是这样,绣球落在男人手里也会尴尬非常。 而一众男人的心思也很明白, 就算娶不了杨巧儿,能得到她的绣球,也是一大趣事。 这般情况下,小婢女怀中绣球冷布丁被人拍飞, 众人惊叫声中,杨巧儿的目光顺着绣球飞走。 绣球将要落地时,冷布丁跑出来一条黄狗, 脑袋一撞,绣球斜次里飞出, 直直落在了饿得昏昏欲睡的李家怀里。 众人都叫可惜,她抱着绣球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脸茫然看着众人。 杨巧儿原本只是来玩耍, 眼见绣球落在一个陌生人怀里, 她一看就粉面通红, 眼睛更是不敢直视李家, 这是对上眼了。 杨巧儿暗暗欣喜, 这难道就是抛错绣球的家序吗? 众人哪里知道她的心思? 小婢女更加生气, 想要抢回李家怀里的绣球。 双儿回来, 杨巧儿突然叫住了她, 她不解看着小姐, 杨巧儿羞红了脸, 低声说, 咱们回吧。 她说完就走, 小婢女双儿聪慧, 她顿时明白这是小姐动了心思, 小姐并不反对绣球被这个衣衫褂褛之人所接, 家里这是要来好事了。 而此时, 上处在茫然中的李家并不知道, 自己被一桩莫名其妙的姻缘给砸中了。 杨巧儿前面走, 双儿几步跑到一脸茫然的李家身边, 告诉她这绣球不要丢了后, 就随着小姐而去。 李家随手把绣球放进了自己被篓之中, 没有人来买画, 说什么都是白虾, 她对别的事也没有兴趣。 杨巧儿一路急匆匆向家赶, 脸上的表情时而凝重, 时而喜悦。 双儿一撇嘴, 小姐好似花园里那只发春的小花猫。 呀! 杨巧儿一听, 就羞红了脸, 她横了双儿一眼, 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放心吧, 已经告诉那个傻子不要丢了绣球, 那可是咱们的定情物。 呀! 杨巧儿又是说不出话来, 只能用脚狠搓车底, 想不出用什么话来教训双。 双儿自小跟着她, 两人名为主仆, 实际上跟姐妹差不多, 她也不会因为这些责怪双, 只是那个人又不知是何家公子。 看她风尘仆仆, 应该是从外面而来, 衣衫蓝绿, 想必也穷。 听了双儿的话, 杨巧儿极了, 你这人, 小小年纪, 倒学会了轻视别人, 赶路之人, 衣服破旧本也正常。 就算是穷点怎么了, 大男子还能穷一生, 莫要学别人动不动轻视别人。 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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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上了! 护上了! 双儿的话让杨巧儿更加休脑, 使劲跺脚, 不跟你说话了。 双儿打去归打去, 一到家中, 马上把事情告诉了杨元外。 这种事不能杨巧儿去说, 双儿善解人意, 自然明白小姐心中所想, 根本不用她吩咐。 杨元外一听大喜, 她不是贤贫爱妇之人, 最重要的是, 女儿是什么态度。 不过转念一想, 双儿和女儿形影不离, 她既然来说, 说明巧儿并没有反对, 这件事有门。 想到这里, 她不再犹豫, 马上要去请人, 她当然也要看看这个极有可能成为自己家女婿的人, 同时也要看看女儿的眼光。 双儿告诉杨元外, 此人在上四节上卖画, 身上应该还有小姐绣球。 家丁马上出发, 李家终于卖出一幅画, 很便宜, 但她已经非常之足。 这里卖吃食的并不少, 她要赶紧先吃点东西。 左右一看, 边上有个跟自己差不多年龄的人, 正在练把食。 她行了一礼说想让对方给自己看一下画摊, 自己要去吃点东西。 此人名叫柳庆, 是这附近的一个舞痴, 痴迷练把食却不得要领。 听了她的请求点头答应, 挥手让李家去吃东西。 李家寻卖吃食的儿去后, 杨元外派的人来了。 这些家丁一看在画摊前的柳庆, 在看她身边被楼里的绣球, 就是她, 不会错了。 这些人齐声说他们家老爷有请。 柳庆吓了一跳, 不明白这些人要干嘛, 他们家老爷又是谁。 家丁对他尚算客气, 因为他们都明白, 这个人极有可能成为园外的成龙快婿, 他们敢不客气吗? 客气归客气, 人是一定要走的。 所以, 家丁们帮着把画摊收起, 不由分说, 带着茫然的柳庆就回。 一路到了杨家, 杨元外一看柳庆的样子还算满意, 再看她身强体壮, 心里更是欢喜。 当下就问家住哪里, 今年多大。 柳庆此时尚处于不解之中, 随口回答着杨元外的问题。 他们在里面交谈, 外面急坏了霜。 怎么回事呢? 杨巧儿知道爹肯定要把人请回家中, 他一直在等着, 不过心中焦急, 怕爹爹会不同意, 就派双儿过来看一下。 双儿隔着窗户一看, 发现并不是那个卖画的, 但却带着卖画之人的东西。 他有心去提醒, 却又害怕圆外难堪, 只能赶紧去告诉小姐。 杨巧儿一听傻了眼, 不管对方是谁, 他得把卖画的找来, 爹就算同意, 这个也不行。 他赶紧让双儿带着一身女服再去, 一定要把卖画的找来, 找来后, 他就要告诉爹实情。 双儿出发而去, 杨巧儿忐忑不安, 心中害怕父亲同意 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男人, 到那个时候, 可怎么办? 吃完东西的李家傻了眼, 他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画摊了, 连同画和被篓, 还有那个自己找来勘贪的满汉, 一定消失。 他以为自己找错地方了, 左右寻遍了也不见, 他最后断定, 这满汉竟把他的画偷走了。 他懊恼万分, 外出赶路, 最忌讳轻信别人, 自己却把画摊交给他人。 那些画不值多少钱, 可是被楼里还有自己仅有的两件衣服和用品, 此番一并被人带走, 自己往后可怎么办? 要知道距离太远辅还有很远。 正在懊恼, 一个女生在耳边想起, 你这人好生愚昧, 既然得了绣球, 为什么又转赠别人? 李家转头一看, 发现是前面跟自己说过话的婢女, 她心中正在懊恼, 平白又被人训斥, 心里也有火气。 可是, 要对一个女孩子撒气, 她却做不来, 只好苦笑回答, 小声东西, 尽丢, 此时正在寻找, 莫非你知道在哪里? 跟我走。 双儿没好气让她跟着, 走到半路, 双儿拿出一件衣服让她套上。 她一看是女人衣服, 说什么也不穿, 她堂堂男子汉, 怎么能穿女人衣服? 可是不穿成这样, 双儿无法将她带进家。 所以, 双儿板着脸威胁她, 想找到丢的东西就得穿, 她没有办法, 只好套上这些衣服, 被双儿带进了杨家。 进入杨家后, 天已经黑了, 双儿直接将她带到了杨巧儿所住后院, 杨巧儿正在等候, 但见到后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幸好有双儿在一侧, 带小姐问话, 哪里人事, 今年多大, 可曾婚配? 李家一一回答, 杨巧儿听得欣喜, 家中无父无母, 此番是去太原府投亲, 未曾婚配, 这下好了。 正在此时, 墙边传出几声响动, 双儿出去一看赶紧回转, 从墙头处竟跳进来几个墙人。 杨巧儿一听就下得失了魂魄,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李家却马上站起, 让双儿带小姐赶紧先隐藏起来, 她是男人,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 自己都要保护。 双儿带着杨巧儿刚进内室, 门外传来音气森森的声音, 杨小姐, 跟我们走一趟吧。 李家起伸到了门边, 她的本意是跟对方交涉, 可是她忘记了自己身上套着女人的衣服。 刚到门边, 脑袋上就被重击一下, 向后躺倒时被人接住, 然后就带离了杨家。 内室的杨巧儿和双儿出来, 两人仗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不明白为什么强人会来家里, 更不明白他们把李家带走干嘛。 但是, 家里刚才进了贼人, 却是实情, 双儿开始大声叫喊, 惊动了家里所有人。 事到如今, 杨巧儿不得不告诉父亲实情, 杨园外没想到自己给闹了个大乌龙, 尴尬之余, 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一直木讷而茫然的柳庆, 此时却来了劲, 一拍手, 好几个小毛贼竟然敢夜入民宅, 你们且不要惊慌, 我这便去寻找, 找到后, 有一个算一个, 都得让他们受到惩罚。 这人不是说说而已, 说罢转身出了杨家而去, 也不知道要如何寻找。 杨巧儿这颗心别提多难受了, 好不容易看上了夫婿, 没说上几句话, 他竟被强人掳走。 听贼人所言, 原本想要掳走自己, 这个李家看似文弱, 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颇有男子气概。 杨巧儿更加认定李家不会错。 但此一掳走, 李家将会被怎么样呢? 李家醒来后, 发现自己在一处破屋子里, 他被捆得结结实实, 一边有人不住叫骂。 怎么回事呢? 有分说将人掳来, 不料到了落脚的地方一看, 却发现是个套着女人衣服的男人。 成二棒吹鼻子都快气歪了, 已吹一个大鼻涕泡, 本来以为掳来了娇滴滴的美人, 不成想, 竟是个跟自己一样的男人。 你一个男人, 穿着身女人衣服成何体统, 他如何能不生气? 此番动静, 杨家肯定做了打算, 在想, 掳人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这个男人, 生生坏了自己的好事, 绝不能让他好过。 一众兄弟劝成二棒吹, 既然是个男人, 等下或杀或寡, 还不是由着他们。 不用太生气, 再找机会把杨巧儿掳来便是。 一番劝说下, 生气的成二棒吹 和一众兄弟去另一间屋喝酒, 并且放出话来, 喝完酒就要杀了李家。 可怜李家全身被捆绑, 想逃走也是不能, 这次只怕要把命折在此处。 正在胡思乱想, 身边一阵乡风传来, 一个年轻女孩蹲在了他身边。 他刚要说话, 女孩摇头, 拿着匕首割断绳子, 带着他跃窗而过, 逃之夭夭。 两人一路奔逃, 到了一个路口, 女孩指着前面的路说, 只走就能到杨家庄, 让他速速而去。 李家一直处在晕头转向中, 这就他的女孩又是谁, 为什么要救他全然不知? 不过这时候也顾不上许多, 拔腿要走时, 一边的草丛中突然窜出一个人, 对着女孩便打, 务那贼人, 快接小爷三百块打。 女孩虽然拿着匕首, 可毕竟体弱, 几下就被来人制服。 李家一看, 这不是给自己看摊子, 却卷了自己东西的那个人吗? 没错, 来者正是柳庆, 他说要找强人, 他自然也有自己路子, 打听出来强人所在地点, 正走着肚子疼, 吓到路边草丛中截手时, 看到他们二人在路上, 他跳出来捉了女孩。 女孩被抓, 说了实情。 他叫程兰儿, 是强人城二棒锤的远房堂妹, 他对这帮人的做法很是不迟, 所以偷偷放了李家还带路, 不料到了此处却被柳庆所捉。 柳庆也不废话, 带着程兰儿和李家回杨家庄。 杨巧儿看李家被救, 心中暗喜, 杨园外也知道自己闹了乌龙, 自己女儿看上的实际上是李家。 事情说明后, 李家不诚想自己竟然被杨巧儿看中, 人家那么漂亮, 他又无依无靠, 还能不答应。 这件事就这么成了, 不过杨园外是个讲究人, 以后成婚了, 李家也不用去太原府投靠舅舅, 就住在他们杨家庄就行。 但成婚之时, 李家还需要明媒正取把人家杨巧儿给取走, 该有了流程一样, 也不能少。 李家当然同意, 问题是他在这里没有家, 怎么去迎亲, 又娶到何处? 柳庆一听拍胸脯, 说自己家有房子, 可以先借给李家, 这下不用发愁了。 成婚当天, 李家从柳庆家出发去杨家庄迎娶杨巧儿, 娶回来洞房之后, 两人再返回杨家居住, 他李家从此就成为了杨家的女婿。 如此甚好, 商量完毕, 三天后就可以迎娶。 李家是赶路赶出一桩姻缘, 杨巧儿得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婿, 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可成婚当天还是出了事, 他们这边什么事都商量好了, 但柳庆这边还有个烫手山芋, 成兰儿。 他把成兰儿捉来, 原本是想送官的, 可是李家不忍, 他心善, 要不是成兰儿, 他这时只怕已经被强人所杀, 人家把他救了出来, 他不想让柳庆把人送官。 不送官怎么办呢? 那就离开走吧。 可是让柳庆郁闷的是, 成兰儿不走。 他没地方去, 算是赖在了柳庆家, 急得柳庆天天跳脚, 他男子汉大丈夫, 应该天天打熬筋骨, 如今家里有个女人算怎么回事, 岂不让众多好汉笑话? 请神荣义送神男, 成兰儿俨然把柳庆家当成了自己家。 李家和杨巧儿的婚事需要个媒婆, 他主动承担了起来。 一晃到了成亲的正日子, 李家下午从柳庆家出发, 陪同前去迎亲的有柳庆, 成兰儿则以媒婆身份跟随, 吹吹打打, 好不热闹。 到了杨家, 杨巧儿蒙着大红盖头, 羞答答上轿, 又是吹吹打打回转。 李家春风得意, 却恍如在梦中, 从家里出发, 要去太原府时, 他怎么会想到, 人生有如此奇妙的境遇。 前面还未吃穿发愁, 这时已经就娶了媳妇, 成为了别人的女婿, 真是人生如梦。 正想着, 迎亲队伍突然停了下来, 他一看, 原来正当路上站着一只大黄狗, 这大黄狗, 他认识, 就是自己刚来到这里时, 那只向自己讨要吃食的狗, 同时也是将杨巧儿绣球顶给自己的狗。 此时兰在轿前是想讨吃食, 不带他说话, 大黄狗突然对着轿子狂叫不止, 黄狗叫得众人心烦, 迎亲路上碰上黄狗乱叫, 也真是倒霉, 众人正要赶走, 成兰儿却白手示意大家安静。 众人不解看着他, 他却慢慢走向轿子。 狗对轿费, 说不定是闻到了杀气或者血腥气, 杨巧儿身上断然不会有此味道。 他一把将其在马上的李家扯下护在身后, 对着轿子大喊一声, 轿中新娘不对劲。 众人大吃一惊时, 轿子里突然窜出一人, 手持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 对着李家辩刺。 柳庆斜着窜出, 伸手抓住了此人手腕, 咬牙一掰, 你给我松开吧。 那人吃疼, 松手后匕首吊在地上, 柳庆几下就将此人打翻。 众人定睛一看, 这是个瘦小男人, 竟然能穿上新娘的婚服。 可是, 新娘哪里去了? 承兰儿此时认出伪装新娘的人, 他眼珠一转大叫不好, 带着柳庆和众人就去找。 伪装成新娘的人是成二棒锤手下, 看他样子是想要杀掉李家。 那么不用说是成二棒锤他们潜入杨家, 将杨巧儿绑走后又让人伪装, 只待洞房中杀掉李家, 成二棒锤就要把生米做成熟饭。 承兰儿知道地方, 带着柳庆和一众人赶到, 成二棒锤他们是贼, 根本不敢跟这么多人对抗, 扔下被掳来的杨巧儿窜逃而去。 吓坏了的杨巧儿被接走, 家都没回, 仍然还是成亲, 此事没有声张, 因为他们怕吓到杨园外, 也害怕别人说杨巧儿的闲话。 成婚三天后, 李家和杨巧儿搬出柳庆家 回到杨家庄居住, 而他们的婚房留给了柳庆, 不管柳庆说自己多么好汉, 还是被李家和杨巧儿宝媚 娶了成懒儿。 李家和杨巧儿婚后恩爱, 和和美美。 李家投亲有奇遇, 绣球被狗顶上身, 一直都是当地的佳话。 至于黄狗, 后面再没有人见过。 各位, 李家运气是真的好, 任谁也想不到, 原本无亲无靠的他, 投亲竟然能在半路上 投出一桩姻缘, 而且是和美到老的姻缘, 不得不说人生有时候很奇妙。 可是, 事情反过来想想, 杨巧儿在上司节上 原本是想要逃回家中的, 因为被太多人围观。 绣球跌落, 不管如何都不会落到远处的李家身上, 但黄狗却出来顶了一下, 好巧不巧把绣球顶给了他, 这才让他有了此桩姻缘。 包括后来黄狗拦叫, 有人说这是黄狗报一贩之恩。 事实上, 黄狗顶绣球, 也许是无意之举, 更可能是巧合。 至于后面的黄狗拦叫, 则可能是叫中伪装之人, 身上有血腥味道, 狗的嗅觉毕竟灵敏。 恰好成兰儿警惕, 柳庆强壮, 共同帮李家逃过一劫。 故, 与其说是黄狗报恩, 不如说是李家的善良救了他自己。 柳庆是个热心肠, 兰儿好比孙二娘, 两人成婚, 也算是天作之合。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都是正义之人, 也都拥有了自己的幸福。 反观成二棒锤, 一门心思想用墙和用墙来得到别人, 这可能吗? 就算是一时成功, 后面也会出世, 又怎么能安稳活到老? 人活一世, 善良总不会错, 比如李家, 比如柳庆, 您说是不是这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